来 只是因为平时死物件多了 突然见到一些活物 有些不习惯 这个 可是我真心实意送你的 莫先生可要保住他们的命 我会的 你是怎么知道我生辰的 我 苏小姐同我说的 秦烟 嗯 谢谢你 你既然找到了暗格 迟早会猜出真相 无论我多努力 有些事始终无法满一辈子 叶以凡 我多希望你不是我的仇人 那样我们 永远不用站在队里面 有种不 nuestra 福音 什么 我都不说 我都不认识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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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之前怎么劝您您都不听 我只能给您看证据啊 他一直在跟沈安年密报 他打算跟沈安年联手 挖出我所有的势力 沈安年打算利用他得到藏宝图 进而除掉我 你想说这个 您既然都清楚 为何还要这么做 他已经把我们的势力部署 全都告诉了沈安年 老大 再这样下去 你会被这个女人害死的 沈大帅那边呢 他已经有所警觉了 应该是想要除掉沈安年 沈安年不会坐以待毙的 他应该会想办法先除掉我 吴家已经被收买了 怎么解决 找地方买了吧 或许我跟他之间 是该做个了断吧 他还没来鸿门之前 还在云城的时候 云城 怪不得刘管家当时跟我说他死了 难道他杀我爹 就是因为我爹对他动了杀心 这还不够吗 当年亦凡哥只有十一岁 你爹就派着那土匪头子满个云城的追杀他 他九死一生才活过来的 吴清言 如果要是你的话 你应该会比亦凡哥更狠吧 好了 我也只能跟你说这么多了 剩下的 沐小姐是聪明人 应该也想得到吧 苏小姐 你突然对我这么坦诚 是不讨厌我了 顾清言 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云凡哥 也就算了 可你啊 心里明明就有他 谁说的 我现在心里无碍 我恨 什么都没有 他果真把东西藏在这里 他果真把东西藏在这里 他在荣城的室里 竟然这么深 要通知安年哥吗 安年哥 你要是小孩 你妈跟着我 会后悔的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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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把他交给安宁哥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计划 顾清言 你到底在犹豫什么 小姐 刘叔 成为杀手的第一课 就是要摒弃所有感情 对任何人都不能心软 让自己没有退路 可我总是做不到 我是不是很没用 小姐不忍心做什么 可以让我替你去做 我现在心里有一个猜测 可我不敢去想 我怕我无法替我爹报仇 又怕报了仇 我会后悔 小姐想要得到答案 不如先控制对方的势力 抓住其软肋 争取到主动选 再慢慢问出真相 把这个交给安宁哥 让他查查上面的家族 我让你买的东西呢 已经买来了 是白黄姐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 莫言 你冷静一点 先生都躺在那了 你们还唬唬他 你现在把他杀了 等莫先生醒了 第一个杀了你 快吵张晕生 我没想要他命 我以为 以为那是补药 我去看看他 顾小姐 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我都不会让你再靠近他 你最好希望莫先生会没事 否则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信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相信 无论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答应你 我说过了 秦领 你在我这里 可以为所欲为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 我会保护好你的 秦颜 你可不要冲到福辙 别忘了 他可是亲手杀了你爹 顾秦颜 一帆哥是伤害了你 但你爹的死也并非无辜 你要是伤害一帆哥 你会后悔的 小姐 你在这儿坐了两夜了 还是睡一会儿吧 他怎么样了 没有一点消息 小姐 你知道 他们连我都是防着的 我竟然在关心自己的杀父仇人 小姐 当真在担心他 我亲眼所见他杀了我爹 这是事实 可为什么大家都说他死有余辜呢 这儿 haben 我 岸 咱们 岸 咱们